我跟他合作20人來講 他應該不會喜歡這個 這麼年輕的嘛 他根據比小禎都還年輕 小禎都37歲了吧 38了 胡瓜被爆獨闖熊妮 老戰友董志成全說了 近期關於64歲胡瓜獨闖 20歲熊妮的緋聞消息不斷 今天活動恰好有瓜哥節目 多年的老戰友董志成 以及熊妮的同隊隊友林湘現身 來回答這一題 我跟他合作22年來講 他應該不會喜歡這個 這麼年輕的嘛 他根據比小禎都還年輕的 小禎都37歲了吧 38了 我覺得22年來 我只抵經了他 跟前妻的離異 我倒沒有 在他的這個私生活上面 看到他有任何的 如果 胡瓜真是這樣的人的話 光分動性早就發生了 天氣也不小了吧 66歲了 屬豬的 66了 乃哥也是屬豬的 兩個都是豬大哥 熊妮也好啦 林湘他們啊 會什麼懶懶啊 屬豬的 他們也不常常做一大結合 他就是我們同隊 我覺得就像余女哥 照顧我這樣 因為他是我時期 他可能比較像是 我說 李林港的 李林哥 因為我有 沒有啦 就是自己的關係 照顧你自己的關係 那是吳琴 那是吳琴 其實比較像 我有媽媽媽的 對 那是吳琴 我 我單身 OK 我也單身 我沒有問你啊 其實我真的比較少去衝上 他不會是整個衝上 我覺得 真的比較像你照顧你 你們在想 為什麼他們是我咧 連被邀請的資格都沒有 哪有電很常常 沒有說 騎媽啦 騎媽跟董哥 他們是現在版的 吊劇你 什麼吊劇碰碰對不對 對 對 沈玉琳在受訪同時 記者注意到一旁的 窈窕孕婦熊熊 就是有 身體 對 你高跟鞋是OK的嗎 老公 可以可以可以 OK 我現在很靈魯 不用理我 我還想要 好可愛 好可愛 拜拜